这里面呢,是天津大神,另外一个呢,是天津高姐,这个天津高姐呢,我找了个别人放在这里的,啊,女性嘛,咱们就尽量尊重一点嘛,我也不是说不尊重这个天津大神大哥,我给打了马赛克了,是吧,到底是谁和谁,也分不清了,是吧,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和谁,就是两个符号吧,啊, 不一定是确止谁和谁啊,我是天津大哥,天津高姐,铁粉,哎呀,每天呢,吃饭也聊他,睡觉说梦话也聊他,我太太是个大思想家嘛,就问我了,是吧,你是讨厌这两个人,你还是喜欢这两个人,啊,你是走近这两个人,你还是要走出这两个人,你感觉这两个人,是这个引导了你,啊,指导了你人生方向, 还是破坏了你生活的宁静,啊,他压迫你了,啊,他破坏你了,我说这个问题问的太多,有点复杂,我得思考思考,想想才能回答你啊,啊,他说你看,啊,这个,你每天,你都没其他的这个事了,啊, 啊,一家子的人都进入不了你的头脑,啊,什么真上佛都进不了你的头脑,啊,甚至连下半身都进入不了你的头脑,你满脑子都是大神和高级,啊,哼,真的要认真的仔细的考虑考虑了,想想了,啊, 啊,呃,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,什么叫做压迫我了,什么叫做引导我了,是吧,他说你天天想着他,他不是压迫你,他就引导你,知道你,啊,你观察一下,评论这两位的这个人的ID,啊, 几乎全部是天津朋友,啊,这个都是哪里的人呢,叫做一种啊,啊,评论最多的就是给我们天津人争光了,或者是给我们天津人呢,啊,叫什么,叫丢脸了,啊,这个一个地区划分,成一个团队, 啊,不叫一个团伙了,叫做一群人吧,这是一种务实现象,啊,比如说这个佛教就不太一样,佛教发生于这个印度,啊,然后这个东南亚很多人,啊,都这个信奉佛教,喜欢佛教,这种现象呢,就是有点务虚现象了,它是一种思想的,啊, 啊,啊,一种理念的集合对人,你要是以一个出生地为一个集合的话呢,啊,这个就是一种务实现象,啊,而,不管是说给你这个天津人身份,本来他跟你没什么关系,你说因为他呢,给你带来,呃,尊严,给你带来,这个 反尊严就是,就是没尊严,呃,这个尊严的感觉就是无虚,听得我呀,也是虚透八脑,啊,满脑子搞不清他在讲啥,是吧,朋友们能可以听得明白我太太在讲啥吗,是吧, 他最后,我说你这样子吧,我今天我刷碗,我做家务,是吧,我换你点实话,是吧,你别的老给我虚头八脑的,搞物虚,你给我搞个真实的,你对我进行判断一下,啊,如果我想走出来,是吧,不太想满脑子这个,想他们的这个事了,是吧, 哎呦,你说一睁个眼儿,人老了吗,五点多钟就醒啊,啊,五点多钟就开始去接受他俩的教育,我觉得他压迫我了,我想走出来,那怎么走出来,他说你走出来的方法啊,就必须得走进去,就是得接受他俩,就得承认,大神比你优秀,高姐也比你优秀,啊, 只要接受他俩,只要走进去,你才有机会走出来,啊,你说你天天批评他俩,啊,呃,什么他头脑也不行了,啊,他道德也不行了,他缺心眼了,他缺德了,啊,我说你很难走出来,啊,说我呀,很难走出来,啊,可是要遵从信仰自由,是吧,爱谁谁,我就喜欢让他知道我人生, 我不愿意走出来,啊,不愿意走出来呢,啊,那就是这个对他俩进行批评,啊,对他俩进行攻击,不承认他俩比自己优秀,啊,结果呢,恰恰就是他,他俩知道了我的人生,啊,这个就是所谓的, 不愿意走出来,啊,我大太说了,啊,说你这个骂别人,你也不敢骂,是吧,尤其那些个比你强的,比你优秀的,你在网上你能骂骂他,不挺能满足你这个小人,呃,卑微的小心眼吗,是吧,呃,现实生活比你强的人多了,哪个你敢骂, 你不都是背后暗地里骂吗,你看你这个都明骂,啊,明着骂这些个比你强的人, 他既然影响了你,啊,知道了你的人生,你呢,又做了他的肥料,我说怎么,怎么我做他的肥料是怎么回事, 你天天看他的东西给他带流量,不是肥料吗,我说不对啊,这样的事啊,我从他那里获得到了养分,获得到了慰藉,获得到了温暖,获得到了人生指导方向,我给他贡献点流量,我算傻,我还给他们打赏了,啊,合理的吗,正当的吗,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, 啊,你从那里都获得到了情感,获得到了思想,获得到头脑,那值大钱了,啊,那你打点赏,三毛五毛的,那还叫个声吗,啊,我太太对我这些看法也表示赞同,信仰自由嘛,啊,走出来,走进去,啊,剥削他俩,还是是给他俩打赏,都可以啊, 他是一面,他是一面镜子,啊,对有些人他俩的这些问题呢,他不是个真问题,他就投射到我人生里的一种生活现状,是吧,他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,就是他俩的生活的问题,就是我的真问题,啊,观察他俩解决的,啊,多美妙,多优秀,多好,学习到了,啊, 所以有一天观察他们这种生活,他不是我的真问题,你让我天天这个热衷于观察他们,哎,毫无兴趣的,我觉得被压迫,我本来没有兴趣,你非得让我观察,你被压迫我吗,觉得难受吗,是吧,不愿意跳广场舞,非得被你逼着去跳广场舞,世界上的事都是你情我愿,是吧,大家呢,相安无事, 谢谢大家